2021年2月19日,高我教导,光子轰击与天女散花,传导,卢尹。 今天凌晨不到四点,我忽然醒来了,许久无法再入睡,这期间身体感觉到强大的能量轰击,像有一波又一波高频粒子不断从头到脚穿过全身,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,天快亮时我才又朦胧睡去并做了一个十分震撼的清醒梦。 梦中我走在一条路上,惊讶地看见右侧天空中出现了一条巨龙,它从云中穿过,绕到我左侧的空中,又从我头顶正上方飞过,这时它忽然化作一大片闪闪发光的金色粒子从空中飘落下来,这一晚虽然只睡了四、五个小时,但白天却觉得很有精神。 早晨打坐时发觉身体有了很大变化,比以前通透了许多,双盘很久都不觉得腿疼,腿麻,不知道是不是凌晨那场能量轰击带来的奇效。 上午我从内在得到指引,让我以后不要再往脸上抹护肤品了。 起初我有些犹豫,因为我们这里冬春的天气相当干燥,要是什么都不抹,脸上会不会不舒服呢? 可内在的声音一再对我说,不用再抹那些东西了,你的皮肤已经变了。 我想到最近打坐时,常感到脸部皮肤下似有电流通过,好像确实在不断转化。 我于是重新洗了脸,把早晨抹的护肤品洗掉了,之后发现竟然真的没事,皮肤既不干也不紧,还很润泽。 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被我妈抹了一连雪花膏时的感受,难受得不得了。 后来慢慢适应了并依赖上了那种东西。 如今看来是时候摆脱这种依赖了,傍晚打坐时,我看到一些飞翔着的美丽女子在抛洒什么东西,我意识中出现了天女散花这个词。 刚我对我说,那些高维存有抛洒的其实不是花瓣,而是高频的光粒子,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金刚粒子或光子。 凌晨轰击你身体的,也正是这样的高频粒子。 至于那个佛教故事,柱,只为摩洁经中天女散花的故事,真实的情形是,天女抛洒的光粒子落到修行水平高的人身上,会从他们身体中穿过。 因为这些人的身体由精细的粒子构成,空灵,通透,与那些光粒子的正频接近,所以能让他们轻松穿过。 而修行程度不高的人,身体粗糙,稠密,光粒子无法透过,因此会附助在他们身体外面。 现在涌向地球的高频光子越来越多,不只有中央大日,恒星们发送过来的,还有众多高维圣光存有发送给你们的。 以做好准备的人可以任由这些光子穿透自己的身体,轰击身体中较为粗大的颗粒,让它们变得更未精细,从而具有更高的震频,更高的亮度,这会大大加快你们身体的转化。 我让你不要再涂抹那些护肤品,也是因为那种化工制品与你现在身体的震动很不匹配,不但不能保护皮肤,还会造成伤害。 你的皮肤现在可以自行更新,保持天然的光泽,你要相信自己,要相信神圣之光的力量。 那些尚未准备好的人目前还无法从这种光子轰击中受益,甚至会感到心烦意乱,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,那些光粒子落在它们身上就像雨点而打在玻璃窗上一样,会对它们造成某种程度的干扰。 不过随着它们自身转化的持续进行,这种干扰会日益减轻。 总之,现在很多人都会体验到身体的加速转化,都会亲身见证一个又一个神圣的奇迹与恩典。 感恩高我的教导,感恩宇宙高频光粒子带来的能量加持,相信人类与世界的转化都会按照神圣计划圆满实现。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